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就想講一下什麼叫知識賬和文蠻 知識賬有一句slogan經常講的 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就是力量是誰人講的 有一個叫做培根悲勤的人講的 他就說 世界是不會以人的意志去轉移客觀的存在 人的知識或者認識是通過感性經驗從客觀外界獲得 那就是說 知識大部分的在哪裡呢? 就是在自身的體驗 但是因為那些書商要賣書 將這句話就斷章取義做了slogan 就說 知識就是力量 你要多買一些書 看多一些書 那你就會好了 那同樣情形呢 也都是一個 有一個課程叫做MBA 那麼很多朋友 想著讀完MBA就會認識很多商業的知識 但是我就說不是 MBA只是提供一個場所或者一些知識給你 是用跟相同的語言去大家溝通 讀完MBA其實 如果是一些富二代讀完的 如果他回到爸爸或者媽媽的企業那裡做呢 其實令到他破產的機率還要高 那麼我舉一個例子呢 有一個就是叫做太興光學 隨擺之前你叫做三八九的 他是做眼鏡的 一年呢就做到一千五百萬副眼鏡 營業額呢就有十二億 那麼市值呢就三四十億的 那麼如果正正常常做生意呢 就很難擺得到的 但是呢 他的兒子讀完MBA回來之後呢 就學了書本的東西 又要不做低增值的OEM 又要做高增值的零售 又玩垂直的收購 又玩財技蛇吞象 那麼他短短幾年之後呢 就將整個主幹的業務呢 就搞到支離破碎 那麼就借了很多錢 想著蛇吞象 最後來呢 就要搞到去 呃 要去停牌 做假數 最後來就是兩父子呢 就入了獄的 這個是說的 大概應該是十幾年前的真實個案 應該是可以列入去這個MBA的教材裡面的 那麼很多朋友 尤其是那些父母啦 那麼就很喜歡 希望自己的子女 做一些投行 那麼其實 反過來看 其實 做投資銀行 是不是真真正正適合你的子女 可能你的子女是適合做音樂的 你的子女是適合做文學的 你就偏偏要他去做投資銀行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因為很多有些叫做苦巴啦 苦媽啦 又要贏在起跑線 贏在社貞池 那麼他打算進入一些好的小學啦 中學呢 就好像以前公主嫁給王子 那麼就可以快快樂樂地生活 那麼其實現實都告訴你 是很輕輕的 大安娜嫁給查理斯王子 是一個悲慘的開始 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反而反過來是一個終結 那麼這件事就 我們要學會裡面 要想清楚 就是你多了知識 其實可能是一個知識匠來的 反過來是一個文盲 可能他們自己在生活中的體驗 他們吸收到的街頭智慧 比你讀更多 碩士啊 博士啊 更加回多 因為我認識很多博士教授 他們的銜頭是很厲害的 但是思想 我覺得 比不上街頭智慧啦 今天想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